魏派作为长城的高端品牌 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推出全新的城市SUV了 虽然前不久上市的坦克300相当的火爆 但坦克300是一辆硬派越野并不属于城市SUV 最近魏官方发布了一款全新的SUV的谍照 有消息称这可能是全新换代的VV7 但也有媒体报道说是魏派全新的旗舰SUV 但不管是换代的VV7还是全新的车型 魏派将要推出新的SUV已经是摆上钉钉 因为目前这款车裹着厚厚的伪装 所以它的具体造型还不是很清楚 但通过车身的线条能够看出不少的信息 首先这辆车的定位很运动 车头的造型比较立体 大灯组也似乎采用了分体式的设计 LED日行灯的造型修长 从侧面也能够看出这辆车的尺寸相当长 腰线的弧度也很大 特面和尾部造型硬朗 如果单看这台车的轮廓 它似乎不太像是VV7 动力方面有消息称 该车可能会全系搭载长城的混动系统 而且可能还会使用长城最新发布的咖啡智能系统 从这台陆式车的情况来看 它离正式亮相也应该为期不远 如果你近期有入手国产豪华SUV的打算 那么不妨多留意一下这台车